所以直接慢慢的擴大 往外蔓延 就像螃蟹的腳一樣 的確是有人打碗的動作 它那個長跡也比較有可能 我們是不大建議 用手術切除的 我們皮膚受傷之後呢 人體就會開始進行修復 其中主要靠的是 皮膚中的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 它會形成新的膠原蛋白 來修復傷口 那麼如果傷口比較淺一點點 就增加表皮體質的話 通常它的疤痕不明顯 相反的 如果它傷口比較深 傷及了增皮層的話 那麼它的疤痕通常就會比較明顯了 事實上 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 它的活化 是傷口修復的一個必要條件 只不過呢 有些情況 它可能會過度的活化 這時候 就可能形成了 藉不腫 或者是肥後腥疤痕了 其實呢 只要皮膚受傷 都會產生疤痕 只是疤痕深 或是淺 明顯或是不明顯的差別而已 所以舉辦 別倒受傷 或者是騎車擂殘 或者是燒燙傷 或者是手術 甚至發炎的青春痘呢 都有可能產生疤痕 如果傷口比較深 而且傷口照顧不當 甚至傷口感染了 這些情況呢 都會讓疤痕變得比較明顯 事實上根據皮膚的病理學 還有外觀的形態 疤痕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 瞭解性的疤痕 第二個是深層性的疤痕 瞭解性的疤痕 瞭解性的疤痕 不明實力呢 它就是只有上皮層 所以呢 通常 癒後呢都非常的好 大致上呢 就只有一些 色素上的一個問題而已 像是所謂的 發炎後的色素成績 或者是發炎後的色素脫失等等 大致上呢 恢復都很好 經過一段時間 大概半年左右 這樣的一個 色素的不均的一個現象 大致上都會消失不見的 那另外一種呢 深層性的疤痕 它基本上來講 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 癒後上的一些 不好的問題 基本上呢 深層性的疤痕 又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叫做 萎縮性的疤痕 第二類叫做 肥厚性的疤痕 第三類叫做 蟹子種 第一類是 萎縮性疤痕 那這類的疤痕的成因呢 通常是因為 皮膚發炎太嚴重了 所以深層的膠原蛋白 受到破壞 表皮層不是會進行塌陷的問題 通常這類的 常常是發生在 像是 水痘的患者身上 或者是一些 囊腫型的青春痘的患者身上 這類的病人呢 癒後呢 常常會產生這種 凹陷型的萎縮性疤痕 那麼 第二類呢 又叫做 肥厚性疤痕 它的成因呢 就是我們的 纖維母細胞 過度的活化 產生過多的膠原蛋白 因此呢 我們臨床上可以看到 一些 比較凸一點點 比較紅一點點 比較硬的 這些疤痕組織 那這類的情況呢 常常是發生在 像 大家可能遇到一些 青春痘的患者身上 可能臉上呢 有一些 紅紅的一個凸起物 像這類的東西呢 就叫做 肥厚性疤痕 那第三類 就叫做 蟹竹種 事實上蟹竹種它的成因 還有它外觀型態呢 跟肥厚性疤痕 非常類似的 那我們甚至可以說啊 這個蟹竹種 又叫做 比較嚴重的 肥厚性疤痕 那我們知道 蟹竹種 它通常呢 會隨著時間 有可能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突 也很硬 那肥厚性疤痕呢 它大部分 它的 凸起的感覺 是局限在傷口的範圍裡面 而相反的蟹竹種呢 它可能會隨時 慢慢地擴大 往外賣 就像螃蟹的腳一樣 所以它就要叫做蟹竹種 肥厚性疤痕 隨著時間 有可能慢慢地縮小 但相反的 這個蟹竹種呢 通常不會縮小 甚至有可能會越來越大 而且呢 通常這個蟹竹種啊 它通常臨床症狀會比較多一點點 可能會有些癢感啊 或者這些疼痛感的情況 事實上 關於這個肥厚性疤痕 還有蟹竹種 它的發生的原因跟肌轉呢 目前還沒有非常的明瞭 但是我們大致上會覺得呢 它跟先天的一個體質 或者是精英 還有後天的傷口條件 都有相當的關聯 舉例來說呢 如果是底部 顏色比較深的人 他們的膠原蛋白 通常比較活化 就比較容易產生蟹竹種 例如說像這些黑人 他們產生蟹竹種的機會 就比較大 那黃種人次之 那白人呢 他們就很少發生蟹竹種 那另外如果說 你的傷口照顧不當的話 它發生蟹竹種的一個情況 也會比較多一點點的 事實上 只要皮膚容易受傷的地方呢 最容易產生疤痕 所以像這些 手跟腳啊 比較容易外露的地方 最容易產生疤痕 那蟹竹種 它產生的部位就比較不一樣 通常呢 它比較容易發生在 胸前啊 後背啊 或者是一些關節 常常活動的地方 像是手肘 膝蓋等等 這類的話 容易產生蟹竹種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是耳朵 它蠻特別的 它也蠻容易產生蟹竹種 這是打耳洞 就容易會 會有機會啊 可是就是 的確是有人打碗耳洞之後 它那個髒血蟲也有可能啊 的確是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耳朵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但是也不是啦 它的比例也沒有那麼高 但是 但是是會發現的 肥肉性疤痕 它有蟹竹種 它的治療方式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個是比較保守的治療 第二個是比較積極的治療 我們知道這個肥肉性疤痕 它因為隨著時間有可能慢慢的縮小 所以它的治療方式通常是比較切下於 所謂的保守治療的方式 那如果是蟹竹種的話呢 因為它通常隨著時間有可能會變大 所以它治療上會比較積極一點點 那肥肉性疤痕的治療方式呢 就剛才提到過了 我們會採取 護理性的壓迫治療 那常常使用像是 彈性繃帶的一個壓迫衣 或者是壓力衣 或者是 土八凝膠 還有一些矽膠貼片等等 這些的治療 那它們利用壓迫的方式呢 會讓局部的一個 局域循環供應減少 養分供應減少 那麼八凝就 慢慢的萎縮下來 那麼 積極治療的話呢 大概可以分成幾大類 那第一類的話 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局部病罩內的類固醇注射 那其實它的效果是相當的不錯的 通常治療後的大概幾個禮拜之後 它發汗會明顯的萎縮下來 甚至呢 有些八凝剛才聽到過了 有一些氧感 或者是疼痛感等等呢 經過這個注射後呢 效果就相當的好 那第二大類的話 就是利用了冷凍治療 那冷凍治療它的原理呢 是經用低溫的方式啊 會讓裡面的一個微血管 慢慢的萎縮壞死 那兩分工藝減少了之後呢 一樣它的發痕就會慢慢的縮小下來了 那第三類呢 也是民眾常常問我們的手術治療 那到底蟹乳腫能不能進行手術切除呢 這個是很多民眾會詢問的 那事實上蟹乳腫我們是不大建議 已經用手術切除了 因為我們知道啊 這個蟹乳腫發生的原理 是因為你皮膚受傷之後呢 膠原蛋白過度的生生生 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蟹乳腫 那當你把這個疤痕切掉之後呢 雖然說原來的蟹乳腫切除了 可是可能會再度的刺激裡面的 一個纖維母細胞 再度長出一個新的蟹乳腫出來 甚至呢這個蟹乳腫還有可能比原來的更大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可能會得出常識吧 所以大部分我們建議蟹乳腫是 盡量不要手術去切除 那除非說呢 其他的資料都沒有效果之後呢 那你可以考慮用手術切除的方式 可是你一旦用手術切除的話 通常最後還是要合併其他的資料 一起來做 比較不會產生你剛才提到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位蠻特別的是 在耳朵的蟹乳腫 因為耳朵的蟹乳腫 我們發現它比較不會複發 所以說耳朵的蟹乳腫 導致可以考慮採用手術切除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統整一下治療的方式 肥油性疤的話 它是以物理性的壓迫治療為止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一些痰崩 或者是抵到壓力液 或者是矽膠貼片等等壓迫的方式 那麼卸乳腫呢 它可能比較積極治療 所以可以採取像是現在提到過的 B罩內的雷骨層注射 可以用冷凍治療 甚至可以考慮手術切除等等 不過這幾種治療方式呢 還是需要跟醫生的好好討論 才決定說哪個治療 對你來說是幫助比較大的 事實上我們常常被民眾問到 對於疤痕後的一些色素上的問題 該怎麼處理呢 那事實上我覺得 只要做好基礎的保濕 還有基礎的防曬 讓我們這個黑色素呢 慢慢隨時隨時慢慢的淡化 其實就很好了 那麼如果你的淡化呢 比較不明顯 或者是想要再更治療明顯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考慮採用雷射治療的方式 那常常聽到的像是 進幅雷射 或是更新一代的皮苗雷射等等 這些雷射呢 它能夠有效的把這些黑色素集碎 那我們的巨色細胞呢 就比較容易把這些黑色素 把它移除掉 代謝掉 那它的一些色素的問題 就會淡化的比較快一些些 如果你的發粉 是比較偏紅色的這種呢 像是一些肥油性發的 或是一些這種 可能偏紅的 那麼你可以考慮採用的是 血管型的雷射 可以有效的退紅 另外 還有一種方式 就是所謂的 美白產品的使用 我們常常聽到的 有些成分 像是對本二分 熊果樹 突然花症 橘酸 還有像是全面酸等等 這些成分 其實都能夠有效的 淡化這些黑色素 達到讓疤痕淡化的一個效果 關於疤痕治療 時間其實佔了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此除了醫生專業的治療以外 我們的患者 能夠有耐心有細心的配合治療 這樣疤痕才能夠比較美觀不明顯 不過呢 重要的還是以老生常談的一句話 預防生育治療 除了要避免傷口的產生以外呢 一旦受傷的 絕望不可以忽視 一定要立即的尋找 皮膚的醫生 引估傷口 這樣才能讓你的疤痕 美觀不明顯 是誰 醫師不好意思 冷氣可以開強一點 好 對 我覺得醫師要讓你換 好 你再講了 好 我還在那個 好 我再瞄一下 好 讓我量一下 好 因為他剛才在送縫 所以就開始歌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或者可以來找我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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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